2.3的野马,你们说的是野驴,5.0的野马,你们叫它Mustle Car,那6.8的野马呢?不用怀疑,我说的就是排量,正经的8缸引擎排量6.8升,最近这个6.8升引擎的野马又出来了,有效应说可能会在今年中下旬或者明年上旬公布,那为什么说它又出来了呢? 其实这个6.8升的V8引擎早在前年,也就是2020年就曾经出现过,只不过当时正处于研发阶段,产地是加拿大,官方基本说会在2022年装配到福特野马跟F150上,但今年已经过去了一大半,可还是一点消息都没有。 那这个6.8升的引擎到底靠不靠谱呢?其实6.8升并不是福特排量最高的V8引擎,在此之前,福特为了夺回曾经的地位,推出过一款名为哥斯拉的7.3升V8引擎, 可能你听起来确实比较离谱,毕竟排量都来到了7.3升,还在坚持用八岗那钢径形成的有多恐怖,引擎的体积又得有多大的。 而且在美系大排量V8引擎中,哥斯拉的排量也不算是最大的,像道奇也有7.0升级别的地域像,通用的雪佛兰还有更加恐怖的10.35升V8引擎,但这里边使用率最高的就是地域像。 7.0升的排量再加上双楼杆戒温压运行起来非常恐怖,但福特这款所谓的6.8升很大概率会采用自然CC的方式,用来对标到齐的赛局2系列。 不过这是我跟粉丝讨论的结果,并不准确,当然有增压更好。 回过头我们再来聊视频开头那个话题,2.3的是野驴,5.0的是马索卡,那这个6.8升的野马这要造出来的话,你们叫它什么呢? 我在评论区等你们发挥,我是急速车士,双击观众告诉我,你想看什么车? 西瓜视频